歡迎收看今天文歉的世界財政日報 在美中衝突當中 有美中的軍事衝突 很多人擔心它會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而把台灣也捲入 台灣變成戰爭的熱點 第二個有貿易關稅的衝突 但外界最矚目的是科技衝突 美中對科技方面的競爭 美國用卡脖子的方式 不讓中國取得半導體 它可以押住中國嗎 8月29日那一天 華為發布了手機 而且它發布手機 沒有宣布任何的消息 很可能改寫美中的科技衝突 在這場科技衝突最核心的 就是我們所稱的半導體 但是華為它發布了新手機 這一天是8月29日 它沒有大張旗鼓地開記者招待會 發布會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正好是迎來美國最鷹派的商務部長 雷蒙多 他正在中國訪問的時刻 就在那個時刻 中國的國務院總理李強 也接待了雷蒙多 然後大家外界認為說 雷蒙多也說了 將來除了軍事方面其他的一些科技晶片可以考慮出口到中國 那個時候華為悄悄悄地就發布了 這次震驚全世界而且導致蘋果的股價 一個禮拜疊了將近6%的新手機 這個新手機叫Mate60 它接下來還要再推出Mate60 Pro 它只比的有的人說它只比iPhone15的網速其實是不對的 是只比iPhone14 到iPhone下個禮拜要召開它的發布者大會 通常是這種情況裡頭 iPhone的股所帶來的整個很可能增加蘋果的收入 會使得蘋果的股價上漲 結果蘋果大跌 很大的原因就是華為這支手機 這支手機本身呢 它顯示出中國製造業的零部件賣出一大部 除了韓國的SK海利式的內存晶片之外 大多數都是中國製造的 按照中國自己本身所拆解出來的 供應鏈至少有46家來自於中國 中國的國產化率高達90%以上 而美國幾大晶片跟半導體的CEO早就拜訪了白宮 告訴他們這是非常愚蠢的事情 為什麼 他說你現在所講的這個半導體不是什麼了不起的 高科技到我們要登陸衛星到火星那種類型的 高科技 那過去呢中國的確花太多的時間都在它的軟體 跟軟體的應用上面忽略了它的硬體 可是這個它忽略的硬體正好是美國可以賺錢的機會 你今天把它卡脖子讓硬體設備都不出口到它那裡去 就把它很轉向到讓它好好的放資金去發展它的半導體 發展它所有其他的晶片相關的包括封裝等等相關的技術 這是CEO們的說法就是美國所有晶片半導體 大多數的CEO都認為這是很愚蠢的事 巴菲特也說了相同的話 巴菲特這是他所看過最愚蠢的事情 因為中國自己只要把它的資金放在那個地方 不要錯誤的政策找出對的人才 它早晚就會開發出來 因為美國馬上說我要制裁我要追究 你從哪些技術是怎麼來的 全面的要調查 當美國越祭出這種愛國主義的態度的時候 任何愛國主義都會激起另外一面的愛國主義 而他們忘記了 中國是蘋果手機在全世界第二大市場 當美國宣布說我要查禁 我要全部的制裁 我要想辦法的來追究這裡頭 是誰給了你相關的技術 我要一個個找出來原因的時刻 它導致了一件事情 導致了中國民主主義大發 所以本來繼續會買iPhone的iPhone迷 也變成了去使用華為的手機 只能夠說 如果這是一個如巴菲特基金基等人所說的 愚蠢的政策 最大的受害者是美國的Apple 而拜登除了可以宣傳 他的選舉證據說是 我很反對中國之外 他可以建立這個形象之外 他事實上讓美國的 硬體的相關的產業 包括台灣的台積電 都因為他的政策 而受到很大的傷害 歡迎大家來參加 華為開發者大會 回首望去 青州已過萬重山 上個月初的開發者大會上 華為中斷業務CEO余承東以這句話 形容當天第四代鴻蒙作業系統的發表 也預告擺脫美國制裁的下一步 我們華為的旗艦手機也在走在回歸的道路上 8月29日的下午 華為是突然開售了Mate 60 Pro 沒有任何的提前宣發 發布會議還沒來得及開呢 直接就線下開賣了 這是給咱們來了個錯不及防呀 這確實是市場的震撼彈 華為最新旗艦機走Mate 60 Pro 所以以無預告的方式 這次在官網開放預購 卻不到一分鐘就買光 本月3號在實體通路交貨開賣 導致北上廣深等地的華為門市 在線久違的花粉人潮 每天都有陸續上百名顧客 一直來門店然後進行諮詢 Mate 60剛出了嘛 所以專門過來看一下 這張桌子的顧客是從早上到晚上 一直都是非常滿的一個情況 面對美國的科技封鎖 華為堵彈出智能手機市場 Mate 60 Pro是時隔三年的重磅回歸 鐵桿花粉來說 買的不只是情感 還有民族主義的愛國情懷 但這次手機性能沒讓他們失望 只有5G聯網能力 速度可以蘋果iPhone14PD 還具備衛星通話功能 看一下小電源的型號 還是6423220 肯定不是高通的 這幾天不少人買到 華為最新手機的第一件事就是拆 其中很多都是專業人士 他們觀察 分析 製作各種各樣的拆解報告 不放過任何一個細節 大家都想知道 在這部華為剛剛推出的旗艦手機裡 到底發生了什麼變化 輕調主板上的導熱材料 挑開主排線 兩個電池接口藏在下方 斷電後的挑開所有接口 取出主攝和前望鏡頭 採用多層堆疊設計的主板 做工優秀 最神秘的當屬這個體積比原來 稍大的麒麟9000S處理器 真的是整個核心都是國產的嗎 你看還帶5G基帶的 國產手機CPU的里程碑就是它呀 牛逼呀 中國媒體彩聯社綜合各家拆解報告 BAT60 Pro背後供應鏈 至少46家來自中國 國產花率高達90%以上 顯示華為應對美國制裁 在2020年啟動的供應鏈去美化 自產自救的蘭尼丸計劃成效顯著 之外 一向華為沒有曝光製製晶片的塔山計劃 也突破了美國在核心晶片的 競運端工 MAT60 Pro所搭載的麒麟9000S 正式由華為旗下的海事半導體所設計 並交由中心半導體代工的SoC 且在CPU與GPU上 都擺脫了韓美成分的安模架構 首先的CPU部分 麒麟9000S給了我們一個大驚喜 它的小核用的是普普通通的A510 但大核和中核並不是ARM公版IP 甚至不是什麼魔改版 而是和蘋果一樣自主開發的架構 華為其實很早就在自研ARM處理器內核 但是之前一直只用在服務器端 也就是昆蓬處理器 它的架構叫泰山架構 這次的麒麟9000S使用的 正是和昆蓬同源的新一代的泰山內核 說完了CPU部分 旁邊這一塊就是GPU了 毫無疑問 這顆馬良910的自研GPU 是我們從來沒有見過的全新架構 它的規格還挺大的 總共四組CU1024個ALU 應該說是堆了一點料的 頻率倒是定的不算太高 最高就只有750Mbps 除此之外 這顆SoC還集成了4.9999G的八龍基帶 同樣自研的新一代達芬奇NPU 還有一顆面積相當大的ISP等等 全球著名的半導體 逆向工程研究機構TechInsight 也加入這股菜肌熱潮 在他們對MATS60 Pro的報告中證實 麒麟9000S是中心採用7奈米的製程技術 報告並表明 這是中國半導體設計與製造的里程碑 這真是很驚訝的質素 我們沒想到看到 所以這一定是世界上級 所以感謝中國 為了可以把這製造的製造 如果說 中國自家拆解的報告 由老王賣瓜帶著民族主義的吹噓 TechInsight的報告 就徹底震撼了國際 因為這不只是華為突破美國的制裁 更是整個中國半導體產業 對美國的突圍 CNN形容華為發表新報告 CNN形容華為發表新報告 這款手機在美國產生恐慌一點也不誇張 因為美國去年10月 對中國半導體發展的全面封鎖 是以14奈米製程畫了紅線 如今華為已突破了這條封鎖線 美國《華盛頓郵報》就指出 這個發展似乎印證了美國晶片製造商 不久前對美國政府的警告 制裁阻止不了中國 反而會刺激中國打造自家的替代技術 然而這並沒有讓華府反華政客反思 所以有很多美國法律師 正在談論這個 一 昨天主席總統的 總統的主席總統 业界普遍认为这是以成熟制程DUV的重复曝光技术 但这样的制程良率低且成本高昂不利于量产 709000S恐怕只是赔钱转摇喝 另有一说认为中国在制程设备上有所突破 毕竟华为的塔山计划在这方面有许多的投入 而华为发表新机恰恰是美国对华科技围堵银派人物 商务部部长雷蒙多访问中国期间 一般认为这是中国一次成功的对美反制行动 但雷蒙多这次访华对解除非军事用途的高科技管制 试出散意 这才让华为低调发表新机 且北京官方媒体也没有打字宣传 央视的报导反而更理性地看待 这次的突破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跟先进制程的5G芯片还有三到五年的差距 比如说即将发布的苹果15 它实际已经用到4纳米的芯片了 那么其实从7纳米到5纳米再到4纳米 还是很长的一个需要很艰难的研发过程的 Apple is getting hit by a reported crackdown on iPhone use in Chin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reporting 在华为发表新机的敏感时刻 传出中国扩大禁用苹果手机的消息 尽管官方没有证实 但已让苹果股价本周持续撒泥 市值蒸发超过2000亿美元 北京官媒虽然有意遏制华为新机所掀起的民族主义情绪 但也利用这波半导体制成突围的情势 向美国对华科技围堵政策施压 并发起本宫的号角 你不用担心 发起薦那几天 照周下 д评助 发起薦那 ok Net grac高